哈喽我是乖 2020全年的爱用 爱用 大 2020全年爱用 分享 来了 可能在12个月的365天 我就以柜子的竞品当中脱颖而成 它绝对是在某一方面 有特别出众的优势 东西一共你只有那7个东西不多 我们求精 废话不多说 第一个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牌子 它真的你们搜遍权 它的广告非常少 如果你是一个爱做医美 或者你皮肤非常敏感的小姐妹 本子拿起来小笔记记喊 美国专业医生品牌Mate True 宝曼博士目前国际最标准的肌肤分类版的 16型肌肤分型都是由它独创的 然后它又研发了Mate True的产品 这个4号霜我是用空了一整瓶之后又回购了 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 是我在做医美的时候 那个小姐姐推荐给我的 就这个宝曼霜 它对敏感肌或者你爱泛红的脸特别友好 里面的神经现在在绞杀完胆栽成 它形成了一个黄金的三角配比 可以非常地 UI ز手 词 还心动 五分钟 抛锅磨皮的效果 屁眉眉容移 但是我还没有用啊 我才收到 我就准备试一试 要是好用的话 我就告诉你们 因为我跟你们讲 医生真的是很严谨 我买的时候 他还送你一个这个 看到吗 它是一个刻度盘哦 放大看一下 你要是皮肤健康 皮肤敏感 用量都是不一样的 毕竟它是一个硅胶的 你摔也摔不坏 就我觉得 怎么会这么精致 我对它的新年度 瞬间就 当然了 也是因为人家真的很好用 第二个 优靠紫外线消毒烘干肌 这个我觉得 可以评为 造福人类发明之一 我之前就一直跟姐妹们说 你们不仅是要考虑 自己变漂亮 更是要注重自己 私密的健康 特别像现在冬天 很多小奶奶 她都是在阳台上面阴干的 那就非常容易滋生细菌 从而引发一些炎症 像比较频发的 黴菌性妇可炎症 大多数都是因为 小奶奶的卫生她没有搞好 所以我无论去哪里 我都会把这个戴在行李箱里 它其实很小巧 一个非常方便 而且应急的时候 还可以帮我烘干一下衣服 我天成总 买的时候很周杰的 做了很多家对比 我发现市面上很多 它就是普通的烘干机 没有消毒作用的 第二个就是用的 还是传统的供灯管 供灯管 它其实有很大的爆裂的危险 并且供灯在消毒的时候 它会产生臭痒 臭痒对人体是有害的 但这个它用的是 LED紫外线灯珠 就可能一共有8个 下面两个 上面四个 就消毒的还很全面 虾菌效果和安全性 都会更高一点 我一般就是洗澡之前 把那一放进去 然后选择消毒 加烘干的功能 我出来呼呼玩什么 它就OK了 包括像口罩 手套 围巾 粉服 美妆蛋 这种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 日常用品 我都会放在里面 10分钟消毒毒 特别是像我家有狗子的 或者是有小宝宝的 这个就是生活必须品 第三个 sorry 倒下 胶运湿的双翠 它已经空瓶了 我新买它还没到 我是被返向种草的 我看网上的人说 多好多好多好油 我买回来之后呢 夏天的时候用 我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甚至觉得它有一点油 记不出来 就这么一点点 你看好可怜 时尚最伤美的我做 那是种油状的 买回来用的没几次 就闲置了 我就觉得 哎呦 才累了 后来秋冬到了 我不是很迷油类护肤品吗 我就把它又拿出来 用了一下 我才发现 不是说它不好用 是季节不对 如果你们是干品 你可以一年死机用 如果是油皮混油皮 你就秋冬的时候用 真真的好痒 它就是熬夜的死胃 你要是有一天 预测自己会熬到特别晚 你就用它先护肤 然后你再去睡觉 再去熬夜 第二天起来 你那个脸一点都不会辣黄 就谁都不知道 我前一天晚上熬到了凌晨三四点 我的皮肤状态 就是很水 很亮 我不懂什么原理 但是我就是觉得 牛逼 最后一趴 你们最喜欢的菜 妆 首先一对神仙CP Handskin的BB和遮瑕 这个遮瑕 很多年前 韩宗就火过一次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我一直用到现在 这个BB 韩国卖了十几年了 你就算是做完皮肤管理之后 你都可以用它来化妆 它不会给皮肤造成任何负担 很轻薄 但是它又很实妆 重点 是你在婚上这个遮瑕 1比1.5 你搅合搅合 你在上脸 你什么雀斑啊 泛红啊 斗印啊 都给你遮得干干净净 而且它一点都不看 天真是我刷酸 我无论用啥麻烦 它都在我脸上 像东非大列骨一样 全部都裂开了 卫一这个组合 一搭上遮瑕又好 它很服贴 就扒在我的脸上还不干 包装嘛 哎呀 从事手里聊 但是如果你们发现 手上的粉底液 什么都不好用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神仙CP试一下 接着是一个腮红 菲利菲拉的02号色 它是一个很暖的粉心色 上脸之后就是很无辜 又很纯郁的感觉 回数不多 带粉雕 但是黄皮姐妹上脸之后 很显白的一个颜色 如果你是黄皮 千万不要选 每种饱和度特别高 然后色彩民度特别高的 好家伙唱戏了 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一块腮红 把它打在脸上 无论你今天涂什么妆 什么口红 它都可以打 要是想再可爱一点 可以在上面再叠加 一点点苹果红的颜色 非常百大 非常万能的一盘 接着啊 咱少了啥 都不能少了口红 口红跟衣服 对于女人来说 我可以有一柜子 但是我就是觉得 我少了那么一根 这支的颜色 我敢保证 很多人戴口红柜里 应该都没有这个颜色 梦妆的新品 蜡笔口红 七号色 非常正的火龙果色 我上嘴给你们看一下 今年 如果你没有一支火龙果色 我觉得不完整 不完整姐妹 我每天都在跟你们买东西 没有这个不完整 没有那个不完整 但是它真的是很好看 你们都知道 火龙果的衣服 帽子显白 这口红颜色 当时怎么就没有人发现呢 这颜色 真的绝美色 可能黄皮图上就是腹白帽 很典呀 这颜色 而且我牙好白呀 喜欢 就这些了 再也不多说是吧 快过年了 这钱包也保不住吧 什么新年快乐 就不跟大家说了 就祝大家 嘴巴空气突然安静 等一下 忘了词儿了 就祝大家牛气冲天 天天开心 心想的事成 行不会了 就这样 拜拜 帅不说就发财好了